妈你别说了 你自己看 妈你别说了 你拿了够了没 你自己看了 今天这个局面 你造成了 画面中的珊珊正和她母亲孙女士激烈的争吵着 一年多以前 孙女士趁女儿出差 拿出20万胁迫女儿的男友林川 命令她离开珊珊 并消失在她面前 她说 她当时想拿20万试探一下 林川是不是对我是真心的 我妈说她主动联系我妈 说要那20万分手费 然后再也不跟我联系 但是我觉得林川不可能是这样的人 她不会这么做的 而按照她的说法 林川最终妥协了 拿着20万主动向珊珊提出了分手 但珊珊却始终不相信林川会做出这样的事 开始了为期一年零五个月的苦苦等待 如今更是主动找到了节目组 希望帮她找到林川 搞清事情的真相 让她们能重新在一起 那么这20万究竟是孙女士为阻挠她们的恋情 编造出的谎言 还是却有歧视呢 珊珊认为男友虽然贫穷 但穷得有骨气 十分洁身自好 她和她在一起很快乐 金钱不能成为她们之间的阻碍 可珊珊的家境很富裕 几乎全是母亲拼命挣来的 她不想女儿和家境相差太大的人在一起 现在为了爱做什么都甘之如意 今后却要过得很辛苦 所以一直想方设法地阻挠女儿和林川的恋情 那么这20万究竟是不是孙女士的计谋之一呢 我特别想再问一下大姐 林川拿了那20万吗 对 她拿了我的20万 不可能的 因为你出差以后 我签给她约出来了 我说我给你20万 你跟她分手 她跟我说 她说阿姨 我不会跟珊珊分手的 可是没想到过了几天以后 她给我打电话 她约我出来 她说阿姨 你给我20万 我跟珊珊分手 从此以后 我再也不打扰她了 看着自己气不成声 却依旧固执的女儿 孙女士泪流满面 她坚持之前的说法 表示林川不值得她如此留恋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你知道吗 你们光有感情有什么用啊 你妈妈成天为忙 为了为这个加忙 你知道我是为了什么吗 有钱又能怎么样啊 我们俩在一起开心 我们俩在一起快乐就好 你每次都是钱钱钱 你就是这样 你有点面子 显然 珊珊也为林川的事情 对母亲产生了很大的怨气 即便在舞台上 也忍不住生死历劫的駁斥母亲 那么孙女士今天出现在 节目现场的目的 依旧是要拆散她们呢 我的女儿跟林川分手以后 一年多了 把工作也辞了 整天关在自己屋里抽烟 喝酒 有一次她开一枚气 她要自杀 幸亏那次我回了几时 我真不放心她 不 您今天来是要把她带走吗 我今天就是想把她带走 这一年多来女儿颓废的表现 让孙女士不禁有些后悔 觉得她之前的做法太过激了 但尽管这样 为了女儿的终身幸福 她依旧不会同意女儿和林川在一起 而尽管图类看不惯孙女士 对林川家境的歧视 但在其中一点上 和她保持一样的态度 女儿的幸福是妈妈最关心的事 这我还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她也不问我 我幸不幸福 我开不开心 你可以去追求你的幸福 你开明气干什么 你抽烟酗酒干什么呢 可是我找不着她呀 你找不着 你也不能干 崔散自己的事啊 林川是珊珊的挚爱 可母亲也是她的至亲 不论林川是不是因为这二十万离开她 珊珊都不应该这样不爱惜自己 让自己的至亲如此伤心 而这时珊珊的情绪突然更加激动了 也为她找寻许久的林川 终于上台了 你为什么没有任何解释 你就走 一针不坑 你知道我这一年怎么过的吗 你知道我每天都在想你吗 我承认我当时走可能有点冲动 我承认没有估计到你的感受 当然我想了一下 我觉得我之前做的选择是对的 我们之间挑衅差距太大了 我不肯跟你在一起 面对珊珊声泪俱下的质问 林川却十分冷静 她不后悔当初的离开 甚至隐约还松了一口气 巨大的家境差距 让她和珊珊交往时产生了许多顾虑 所以当孙女士拿出二十万羞辱她时 她很冲动地离开了 但珊珊却不能理解林川的顾虑 我说我们在一起相处两年都很好啊 你不知道我有多大压力吗 你身上穿的都名牌衣服 我全身上一套下也就几十块 我可以跟你一样穿几十块钱的衣服呀 我可以跟你一起几公斤 要去上班 这都没有关系的 我只想和她在一起 珊珊 我们已经回不去了 过去是这样过去 珊珊正爱的热烈 她愿意为林川做任何事 但林川却很清醒 分开这半年 足够她彻底冷静下来 考虑清楚究竟什么才是她想要的 而最重要的一点是 林川已经不爱珊珊了 那么今天她出现在这里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你今天来干啥 主要有两个目的吧 第一个想澄清一个事实 因为我不想背着一个二十万的黑锅 说吧 当时珊珊出餐 还没有几天 然后她妈妈就把我约出来 我就奇怪 她妈妈怎么会把我约出来 因为我平常就跟她关系不怎么好 当然我们在一个包厢里 她妈妈拿出两样东西 她妈妈让我和珊珊分手 然后就可以拿走二十万 我没有办法 我只能选择离开 我不可能拿钱来侮辱自己 所以我觉得离开 当时离开是最好办法 她不是说过了几天之后 你又拿了那二十万吗 没有 一毛钱都没拿过 看来二十万的事件的确发生了 但最后的结果却和孙女士说的不同 那么究竟是谁在说谎呢 这需要林川和孙女士当面对质 她拿了没拿 你说事实 你说 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呀 你说是不是事实 我是为我的女儿做的 你先说 她说的是不是事实 她说的是事实 我是让她离开我的女儿 我不想让她跟我的女儿 在她一起了 我不喜欢她们俩在一起 面对土壘的不断追问 和沉默地站在台上的林川 孙女士终于说出了事实 她不惜用钱来试探林川 还编造谎言污蔑的 只为了让女儿彻底死心 想起林川离开后女儿的状态 孙女士气不成声 至此林川终于摆脱了身上的黑锅 那么林川的第二个目的又是什么呢 主要目的也是为了珊珊 想来帮助她 从过去的阴影里面走出来吧 她的阴影就是你嘛 所以我想让她放弃过去 我最后再问你一个最重关键的问题 这一年 你有女朋友了吗 我确实交个女朋友 有多久了 我们认识半年后在一起 和珊珊分开的这一年多 林川已经有了全新的生活 她本以为珊珊很快就会忘记她 却没想到她一声不吭地离开 会给珊珊带来这么大的伤害 让珊珊变得如此天机 所以她今天出现在这里 就是为了让珊珊彻底死心 但林川有女友的消息 给了珊珊当头一棒 她怎么也不肯相信 从上台到现在 珊珊的眼泪从没停过 但直到这一刻 她才彻底慌了 怀着最后一次希望 卑微地祈求着林川 于是为了让珊珊彻底死心 林川下台征求女友的同意 把她带到了台上 而孙女士也终于按捺不住 走上台环抱住自己的女儿 希望给女儿以支撑 我是林川的女朋友 我叫刘旭 今天来到这里呢 因为我觉得珊珊是一个好姑娘 我希望她们能放下以前的事情 这样对大家以后都好 尽管珊珊不相信 林川仅仅一年就一情别恋了 但事实摆在面前 由不得她怀疑 珊珊像被抽空了灵魂似的 呆愣在原地 而心疼女儿的孙女士 忍不住打断了刘旭的话 孙女士把女儿如今的悲痛欲绝 全怪到了林川身上 既想让她彻底离开自己的女儿 又唾弃她才一年就把她女儿全忘了 于是她色力内人地指责着林川 但她没想到的是 这些话再次刺激到了自己的女儿 其实珊珊对林川的爱很复杂 既包含着对她本人的热爱 也蕴藏有反抗母亲的决心 而在母亲面前维护林川 已经成了她刻在骨子里的习惯 所以当母亲指责林川时 她反而会忍不住对母亲发泄自己的情绪 对此孙女士十分心痛 孙女士从不后悔分开女儿和林川 坚定地认为这对女儿来说是最好的结果 可她这样不仅是不顾珊珊的感受 也没把林川放在眼里 毕竟现在的问题不再是怎么分开珊珊和林川 而是林川不愿意和珊珊在一起 看着一位沉浸在自己情绪中的孙女士 涂雷忍不住点名了这一点 您一把年纪 我们非常尊重您是个长辈 所以我们一直在这儿 保持一种尊重的心态 不跟您争执 但并不代表你可以为所欲为 之所以跟女儿畜生这样 有一点永远没有学会尊重人 不尊重林川拿钱去羞辱她 更不尊重你的女儿 让她不能够自由地选择生活 所以您还是先下去 您让您的女儿自己来选择自己的生活 您尊重一下她可不可以 并把她劝下了台 于是台上便只剩下了有感情纠葛的三人 珊珊曾等了林川一年多 无论这一年多来她如何的颓废 又是如何折磨自己 她始终有一肚子的话需要宣泄 而林川不论现在是什么身份 都有义务作为珊珊此刻的诉说对象 听一听她的真心话 那么当二十万的真相已澄清 林川也已经有了女朋友 苦苦寻觅一年的珊珊 最终能够放下这段感情吗 林川 我们已经分开了一年三个月离十五天 我每天都在想你 你知道当我妈跟我说你拿了我们家钱就走的时候 我当时又多难过了 因为我知道你不是这样的人 不管我身边的朋友 还有我妈怎么说我都不信 我只信你 今天我也知道真相了 没想到我妈给你 带来这么大的伤害 我听我妈跟你说的对不起 显然 珊珊是个好女孩 在得知二十万的真相后 不管自己这一年过得多么煎熬 首先想到的就是替母亲向林川道歉 这一年来 我不会抽烟的 我学会抽烟了 我不会喝酒的人 我学会喝酒了 我想你想的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我都想过一走两知 但是我从来没有放弃过找你 一直以来 让他只是我像个傻子一样在找你 没想到你这么恨就有了新的开始 我以为 我以为 我以为我在你心中 跟你在我心中一样重要 这只是我以为而已 看得出来你女朋友很爱你 所以 我放手 祝你幸福 对于这一年的经历 珊珊一带而过 最终还是选择接受了现实 向她曾经深爱的林川送去祝福 随后转身痛苦 不愿看到林川离开的背影 而看到女儿痛苦的模样 孙女是终于后悔了 冲上台来紧紧抱着女儿 不停地向珊珊道歉 在这个崇尚自由恋爱的年代 年轻的我们总以为爱情可以击败一切 但虽然金钱不是爱情的全部 可它决定了爱情的很多因素 可以说是爱情的基石 不要想着面包迟早会有的 重要的是两个人真心相爱 当没有面包吃的时候 就算给了你玫瑰也无心欣赏 光想着爱情而不考虑物质支撑的两个人 终究还是会被现实打败 所以希望珊珊不要太过责怪母亲 因为她的幸福 是强势的母亲最柔软也是最坚硬的地方 作词 缓